女生非常棒非常好 跟男生去偷吃 有沒有 他有畫面 他非常有畫面對不對 OMG 我們旁邊會很粗粗 曾哥你那麼好 今天歡迎回到才想你說 我是Sean 這位是鄭佳老師 大家好 我是命運大改造的鄭佳 今天邀請鄭佳老師過來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朋友 他才在法律系畢業的 但是 他跟其他同學都不一樣 他並沒有進入法律系畢業的工作 反而他在做 憑你 這麼多人裡面 其實應該大部分 大半都是女生 其實一半一半啦 男女不管是誰 還有他命運中 人生中的一些問題 只是女性呢 多半一定會問到感情 這是異能的 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女性 你是渣男磁鐵 別人都不會遇到 啊就你會遇到 對就是這樣 大概三個類型 是比較容易變成渣男磁鐵 他是屬於叫做 默默承受型 男生要求的一切都承受型 比較有點像什麼 我們今天吃什麼 啊不知道耶 那我們吃意大利麵好不好 好啊 有泡過溫泉嗎 沒有耶 我載你去 蛤啊 他在互動之中的時候 他默默的會 有點沒有什麼主見 給予什麼的訊號呢 他就OKOK 都OK啊 所以一個OK女孩 這個呢 就是說他其實 自己其實 對沒有什麼太多的主見 在感情上他也沒有太多 寄望對方要給予什麼 嗯 男生給予的 任何東西 他就逆來順手 這樣OK女孩呢 就其實呢 你會 在一點一滴溫水煮的情況 讓對方 自由決定呢 退任而到 對 結果讓他也持續下去 然後他就有一個習慣說 他可以這樣對待你 你都OK 你就一直退讓 O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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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在男女之間的互動中 你一直處於一個退讓的OK狀態 OKOKOK 結果說 幹 他怎麼對你做這樣的行為 殊不知是你在漫長的互動之中 尤其交往很久的女生 你要注意 你給予他這樣的空間的時候 貴予他這樣的自由的時候呢 你一直跟你的姐妹 或你心中只跟他描出一小段 他傷害也那一段 那別人認為他就是這樣 在第一時間 你應該去表達你在感情上 這樣的互動是 你不是那麼OK 你可以往那個方向導引過去 你不是讓他全部毫無遮攔的 跟他自由的奔跑 要養成溝通的系 對 這溝通你自己有什麼話 一定要好好的彈出來 不要跟你說 互全一個 交往的一個氛圍 你在這個包袱形象包袱之下 你要做一個人人稱陷的一個好伴侶 你就一直吞聲的 氣吞聲 那第二種類型的就比較有趣一點 它叫做 你是我的天 好像是有歌 SHE的嗎 對好像是有 你是我的天 你是我太陽 好老的歌 這種女生很好玩 在愛情中 尤其是女生占非常多數 你既然男生比你強 你既然男生比你優秀 你既然男生比你有能力 你既然男幫比你更好 大部分女生都是這樣 你如果是男生 你想要找一個更棒的女生 人 如果你想要好東西 你想要更好 更有質感 你想要更好 你會一直想要 認為對方要好 所以你賦予他一個很高的一個責任感 律師要辦到說 年輕人要多少錢 他必須要高要富要算 律師媽媽不會難搞 不難搞 對我要很好 所以說你賦予他很高的責任的時候 你把他抬到非常高的位置 賦予他很高的權力 他可以載制你 因為他夠優秀 他比你好 他可以更有說 我說得算 男生不自覺變成皇帝 女性不自覺變成奴隸 就是關係的懸殊 讓你就是覺得 所以他是你的天 所以我們不是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那我希望你這樣做 啪啦 結果包含就出現 傷含就出現了 啊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那你就一直說 自信女就是M嗎 欸 對 你是我的天 相當於你就是D 是 天與D的落差 對 天與D的落差 就是你賦予他很高的權柄 他可以愛你 但他也可以傷害你 而且他傷害你的時候 你只能照一段權說 你只能聽從他 大哥 不要啊 所以說 你如果希望他要 一切都很好 一切比你優秀 一切比你完美 你賦予他很高的權力 可以主宰這一切 那你有關係就是非常的 聽從他 你本身就是促成他 非常有能力的傷害 我們一般談渣男 都可能他玩你啊 然後他用一些什麼技巧 親近你 他得到他要的東西 他可能爬到你的枕頭上 跟你同床共枕 我沒有認為這樣的渣男 可是殊不知 我們在第一種女孩是OK 接受問歲朵金蛙 第二種是你賦予他 他站在黃座上 當然黃座上 他可以幫你當皇后看啊 他也可以幫旁邊太監看啊 賦予他黃座的時候 他怎麼看你 這是非常重要的 母性本能爆發 我們談愛情的時候呢 有一個很巧妙 也很微妙的一個狀態 就是 你把你的男朋友 你把你的愛人 當作孩子 你現在還不夠有錢 你現在還年輕 你在工作 你非要賣力 他站在一個照顧你的角色 愛情是愛情 親情是親情 但是你把你的愛情用了母性 這個母性的角色替代 還是很恐怖的 你站在一個必須照顧他 好像一朵小花 茁壯之後長出蒲光陰 種子就飛出去了 就攀到別人身上去了 攀到別人的女生身上去了 女生非常棒非常好 跟男生去偷吃 有沒有 他有畫面 他非常有畫面對不對 我們旁邊會很臭 就是因為對你太好了 你把你的角色錯位了 你是愛情 愛情本身是你要 你必須對對方要所求 同時你也給對方他要的東西 雙方在你來網中得到快樂 可以你單方給對方快樂的時候 你變成媽媽了 讓你的男伴潛意識 認為我必須成長而單飛 飛出去像普攻異一樣 因為我成長了嘛 所以我去找另外一個伴 感謝母親把我照顧得很好 他幫你當便當 因為你給他就是一種 無私的愛 你給他很大的空間去成長 殊不知你給他各個身份角色的時候 他就有那個立足點去做傷害人的事情 我們第一個女孩 是OK女孩 他就是沒有界限 不給你任何的 OKOK喔 不是全家Family喔 這人是冷耶 你什麼都接受 所以不自覺讓他可以 在偶然的機會上戳到你的心 那第二種 你賦予他上天一般的高 他很多的優勢 他宅治你 他可以傷害你 他也可以愛你 第三種 你對他太好了 你變成媽了 你的愛情轉換成 就是一個照顧孩子的媽的 這種親情的情感 就了解你自我之後呢 你不會再指責 你的對方是什麼 是什麼 你會先看自己 喔 原來我自己 有這樣的徵兆 我可能是一個OK女孩 我可能是 想把我男朋友變得很強 他在照顧我 我們不要變成渣男的磁鐵 我們要變成幸福磁鐵 朋友們 記得 不要幫別人養男朋友 不要幫別人養男朋友 OK 你應該很押韻 改變生命 就從改變你的 情感的習慣開始 那怎麼改變呢 其實從你找男朋友的過濾的方式 其實就是一個最快速 最有效的方式 當你準備好了 對的人就會出現 對 對 當你的心準備好的時候 更值得你的人就在那裡等你了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是希望跟Sean 還有跟我們的柴犬 李胖寶 還有鄧家老師討論的話 都歡迎在我們的留言裡面去留言 OK 好 這樣你說 今天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